有些事情也许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不可想象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如果有一天美国突然停止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石油和天然气 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节节下挫 现在跌到了33% 一般认为如果现任总统的支持率跌破30% 就可能因为民意落后太多而无法成功连任 拜登入主白宫16个月 在就业复苏工资房地产等很多领域 其实是有不错的成绩的 但是白好遮不住一丑 汽油价格的暴涨令选民极为愤怒 根据汽车协会AAA的数据 美国平均汽油价格上升到每加仑5美元 其中17个州的油价超过5美元 加州接近7美元 去年1月汽油价格平均每加仑1.4美元 不仅汽油价格飙升 柴油价格 煤气价格 燃油价格 电力价格也飙升 民主党很可能因为能源价格输掉 11月的中期选举 为了压低能源价格 白宫官员不可谓不努力 马不停蹄地和中东产油国协调 但是至今效果并不理想 现实情况是 OPEC多数国家早已将产能开到最大了 只有沙特 阿联酋和伊拉克 大约有每天130万桶油的剩余产能 不足以抵消俄罗斯受到制裁 而缺少的每天200到300万桶石油 全世界范围看 除非出现一场衰退 无论怎么寻求替代供应 全球范围内 石油供需缺口是明摆着在那里的 油价接近历史高位 美国国内可以开动的油井早已开动 剩余产能非常有限 白宫寄希望于页岩油产能 不过几年前荒废了的生产设施 需要起码一年甚至几年 才能恢复生产 原水不解尽客 以目前的架构下 能源价格高企 从供需角度看似乎无解 但是如果油价不回落 拜登就要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 其实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出台了三项行政命令 禁止出口美国使用 当时的背景正是地缘政治危机和油价飙升 这个禁令到2015年才完全取消的 所以美国禁止能源出口是有前科的 最近华盛顿游说团体Public Citizen 开始在国会游说 要求政府推出紧急状态 限制甚至禁止美国能源出口 这个提议已经得到议员 如伊丽莎白 沃伦等的响应 从进步主义者眼中 油价飙升蚕食了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 带来更大的收入不均 需要采取激进措施予以控制 白宫和多数议员目前并不赞成这种做法 但是如果汽油价格升到6美元以上 民情就会很不同了 谁对民间疾苦无动于衷 谁就可能在选举中被选民所唾弃 油价每加轮6美元 大约相当于WTI原油价格每桶128美元 出口禁令对于美国国内能源价格的帮助是明显的 德克萨斯的一个液化器港口叫Freeport 最近发生了火灾 经由Freeport的液延气出口 起码需要暂停几个月 美国每天出口120亿立方尺的液化器 其中Freeport占美国总出口的五分之一 它一停出口 美国的天然气价格马上下跌两成 库存上升 这对美国家庭绝对是好事 不过对世界其他国家 尤其是欧洲 就是晴天霹雳 当然美国还有一个问题 美国的石油生产和炼油设施 主要分布在墨西哥湾地区 西南部和加利福尼亚州 从产地向东海岸运输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 所以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所消费的石油 多数来自于进口石油 而不是本土石油 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很大 更大的问题 当然是美国以外的能源需求 俄乌冲突爆发后 美国向欧洲承诺了大量的石油天然气供应 以换取欧洲决定禁运俄罗斯能源 欧盟据此计划 在年底前全面切断 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 欧洲对美国能源的依赖 倒是会是巨大的 日本、韩国也在大幅削减 对俄罗斯石油的进口 万一美国限制能源出口 这对于欧洲和东亚经济的冲击 就不仅仅是价格问题了 可能是灾难性的 3%-5%的供应缺口 可能将油价退高到每桶200美元 世界势必陷入全面滞涨 回过头来也会冲击美国经济 美国限制能源出口 目前还不为美国主流政客所接受 不过风险已经爬上了地平线 巴菲特在今年的股东会上说 美国有10亿个油储罐 仔细想想还真的不够 全世界靠着美国这个油储罐 仔细想想还真的不够 感谢观看 或许多声音乐 绝望 盲优 尽量 叾声 率